香港尖沙嘴海港城外,一大清早突然出现了两张悬赏海报,控诉某无姓女星和其未婚夫是国际级大老千,其中一张海报上将周润发新电影的宣传照披成了寄姓男子的头像,并配上了别叫我赌神,叫我死老千的字样,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猜出她们的身份,因此大家猜测她们就是九头深女星吴佩慈,还有她的富商未婚夫纪小波。 海报中的合影是吴佩慈夫妻俩曾晒过的全家福截图,众所周知,季晓波为香港富商,早年曾经经营房地产和赌场。 据悉,最近三年,季晓波多次被告上法庭,包括被控诉欠债1亿元港币,约9,235万元人民币,其公司还被上诉追讨541万元港币,约500万元人民币的欠租款项,她名下的观光酒店也停牌破产。 今年四月底,吴佩慈突然秘密和赌场。